小R上周被Punk7点出售 P.R.巴洛克 来看一下中国小R 用的是Kan 巴洛克用的是朱莉 这也不是他的本名英雄 街坊50代的P.R.巴洛克也是非常强劲的一位选手 世界一线高手现在在街坊六时代 目前没有巴洛克出来 他只能先练一下朱莉 小孩的肯跟对方的朱莉 一上来就打得火蛙四次了 目前小孩在场上的血量上的一个绝对优势 对面没斗气没血 漂亮 小孩克他克的死死的 这个朱莉被肯克的 好又是个插合中表 他确实小瘦龙 那现在绿冲压头一起扔 还想投 显然小孩刚才想投的 被对方直接抢招了 那现在 巴洛克再次给小R一个亲人投 朱莉拥有非常强烈的绿冲的距离 那么来看看小孩这边的体力 已经被消耗掉一半 机会绿冲又被对方破掉 反编一套带走了 谁能先开张意味着谁就先拿到了赛典 三气对三气啊非常关键 犹豫了 三气超辣输出之后 小孩的体力又剩下半血 但是一切就有可能 双方体力差距不是很大 小孩在小孩手上的肯 还有三条气的能量 对面没有气了 抬头漂亮 奥迪波 狙击对方的前冲啊 这个爆发打小孩一个出招啊 完了 那么皮尔巴洛克先拿下第一分 小孩要加油 比赛继续进行了 来皮尔巴洛克对战小孩这场 抢二比赛 朱莉拿到赛典灯了 小孩要加油了 肯这个波动拳又给对方一个跳出宝贵的机会 OK 皮尔巴克想奥迪生龙赌招 但是小孩没抢招 又要开始洗完头了吗 你看 罗伯托开始 再来一个头 第三次投对方 直接拆头了 哇 赢了 拿下了这一灯很轻松了 马洛克有点紧张 一进板边谁都紧张 这个头被小孩拆了 那现在双方再次展开中场的博弈 打查核动掉 没套招 点到了就确认小圣龙 那现在推板又开始 角落里打中断 小孩这个堵圣龙堵了 堵脱了 第一步堵脱了方向 对方梦发推强 好 这天王不是三七 这里小孩该放心的 完了 三七满了 还有机会小孩 好了 奥迪生龙破了脚气打法 现在又是踩死 关键时刻 犹豫了一下 给地方一个抢头的机会 对于小孩来说 压力比较 对面拿到赛点灯了 强二的朋友们 小孩手上有三七 这个生龙再次玩 破了小孩的前跳 这么敢抖 巴勒克这边也是比较敢赌 小孩的肯现在继续发布 盖世被地方直接剪切了 就知道你要出波了 老娘等你好久了 朱莉直接上三七 烧比杀技 现在小孩危险 体力现在很 就是一个欧迪龙 放脚气就是欧迪生龙 现在小孩有点难过 他的体力已经非常的少 但是对面好在 没有能量 现在需要他需要一个小孩 不就是下中角来摸奖 来 绿冲头 好机会就在这里 再压 没干绿冲了 那现在 好的 川普过来 绿冲压 骗台 完了 完了 没了 小孩输了 皮亚宝克 击败了小孩 哎 这要是胖克带 估计又要开始 挑战了 一脸的盲人啊 一脸的郁闷 怎么就输了呢